HELLO 大家好,我是刺虎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一樣先宣傳一下我自己上週的影片 在之前整理過我使用過全部手把的感想之後 我在上週整理了一部 三種Switch底座的使用狀況分享 跟大家分享我使用第二組底座的用途 以及不同的底座我使用上的優缺點 在上禮拜五因為最近實在是有太多 非官方的消息被當成真的一樣 在我的影片留言中出現 所以我做了一部影片分享了 我對於這種非官方資訊的想法 大家有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就正式開始今天的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芬尼克斯傳說的第一個付費DLC 推出了《星神降臨》 這個DLC的故事是建立在原本的劇情主線故事結束之後 玩家可以前往眾神所在的地方 並且有新的試煉可以挑戰 這種延續主線的方式 其實我是覺得很不錯的喔 不影響遊戲本身的主架構 卻又可以體驗到新的內容 目前芬尼克斯傳說 預計還會有兩次DLC推出 如果你是很喜歡這款遊戲的玩家 可以考慮直接買計票 之後推出的DLC就直接擁有了 不過我其實還沒有全破啦 第二則新聞 日本的寶可夢公司宣布 將會針對在寶可夢劍盾 以及Pokemon Home中使用改獸的玩家進行處罰 所謂的改獸就是用非遊戲中的方式 直接獲得想要的素質的寶可夢 目前公告的消息中是說 嚴重的話有可能會永久剝奪連線功能 甚至是遊戲的使用權 也就是你連遊戲都打不開了 我自己是希望遊戲公司要做之前 真的要避免誤抓 畢竟在現代奇蹟交換這麼多 要是因為收到別人的改獸而被封遊戲啊 那也真的太尷尬了 希望真的不要發生啊 第三則新聞 死亡細胞的DLC目前已經推出了 目前有公開了新的宣傳影片 這次新增了兩個地區和BOSS 還可以獲得新的武器 大家有買的可以考慮看看 這款遊戲啊 我自己之前都還沒有買下來玩過 我記得啊 我的XBOX Game Pass好像可以玩啊 之後去下載來玩看看 第四則新聞 魔界系列的新作品 魔界 咕嚕 發售日期延至2022年推出 這款遊戲是一款扮演咕嚕探險的故事 以咕嚕的角度來看魔界中的過程 感覺也是會相當有趣的體驗 資料上顯示這款遊戲也會在Switch上推出 我很好奇這款遊戲到時候會有怎樣的遊戲體驗 不過在玩之前啊 我應該會去複習一下魔界的劇情啦 第五則新聞 台灣團隊開發出來的獨立遊戲 阿里薩公開了首支宣傳影片 這款遊戲是一款解謎探索的遊戲 目前在台北電玩展中有開放試玩 不過目前的狀況還沒有很穩定 我是沒有很推薦大家這時候去啦 還是待在家裡先玩自己的遊戲比較好 這款遊戲從預告中看起來解謎的部分做的相當不錯 感覺上算是需要思考並且有挑戰性的 另外遊戲還有支援雙人遊玩 有可能又會是另外一款考驗友情的遊戲 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確切的發售日期 到時候要是沒有跟大作碰在一起的話 我會買下來玩玩看 第六則新聞 在我上禮拜五的影片中有提到的 魔物獵人RICE推出了Switch的特別版主機 另外還有額外推出特別設計的Pro手版 不過大家在買的時候要注意唷 不同版本裡面的遊戲給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日版的是附數位版的遊戲 而我們正式帶你進來的是實體版的遊戲唷 不過在煩惱之前的前提是 你要買得到啦 實際上我沒有打算要買 整體的設計我自己覺得還好就是了啦 第七則新聞 動物森友會的更新又來了 這次新增的是即將要到來的2月15號狂歡節 跟過去一樣會有相關的NPC在遊戲中出現 另外也會有新的裝飾、新的家具等等 除此之外面對即將要到來的情人節 遊戲中也會有新的物品出現 以遊戲整體的壽命來說 動物森友會透過每個月固定更新的方式 維持在不錯的熱度之下 而對於熱愛的玩家來說 也一直都有新的東西可以玩 之後3月還會有免費的更新喔 大家一樣可以持續期待 另外動物森友會跟三利歐合作的amiibo卡片 中文版預計將於3月26日推出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關注一下喔 第八則新聞 2月我很期待的遊戲之一 經典回歸魔界村 最近有公開了新的資訊 這次的遊戲要素看起來真的還蠻多的 在單純的2D橫向動作上 有沿用過去的一些傳統 例如全破一次之後 二週目的內容會有所改變 另外還有一些新的收集要素 讓遊戲整體的豐富度變高了不少 前提是你要有那個技術 還可以慢慢的收集這些要素啦 魔界村大家還是要知道 這款遊戲的難度算高的喔 這也是我到時候買了但不想直播的原因啦 但因為這次的遊戲畫面我蠻喜歡的 又是當年的回憶 我還是很希望可以玩它 人偶爾還是會有想要被虐的時候啦 第九則新聞 過去的街機遊戲 太空戰鬥機 宇宙騎士路 確定將於3月18日推出在Switch上面 並且將會強化它的畫質顯示 這款遊戲是一款2D飛行射擊遊戲 以往在我還會去遊戲場的時候 在一些大型機台上 蠻容易看到這種類型的遊戲 但其實這種遊戲對我來說是吃代幣殺手 因為真的很容易死掉 這次推出的家用機版本就可以直接買下來 不用再投代幣了 這款遊戲實際上裡面收錄了兩款遊戲 太空戰鬥機GHD 跟太空戰鬥機奔雷行動 另一個年代季EX Plus 售價不會太高的話 會是一款蠻有誠意的遊戲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第十則新聞 跟剛剛相同類型的飛行射擊遊戲 R-Type Final 2 確定將於4月29日推出 不過跟剛剛不同的地方是 這款遊戲是一款全新的作品 所以很明顯的在畫面表現上 有更好的呈現 目前展示出來遊戲中的基地 有一些看起來也真的蠻好看的 相較於剛剛那款遊戲來說 這款的風格 會讓我有更大的購買慾望 以我不是愛好者想要體驗看看的狀況 應該也只會買一款來玩了啦 第十一則新聞 萊塞的煉金工坊2更新了免費更新 以及開放了第二彈的付費DLC 免費更新的部分 包含了增加拍照功能中的相框 以及新增可以更換的BGM 而付費的部分 則收錄了歷代人氣的BGM 不過免費的部分看起來更新蠻多的 這點我倒是很意外 對於過去沒有情懷的玩家來說 應該就不會想要花錢買這個BGM了吧 最後一則新聞 《復活邪神3》中文版 確定將於2021年推出 這款遊戲是一款RPG遊戲 但根據自己開場選的主角不同 遊戲中的行為等等 都會影響後續的走向 這樣的設定我滿喜歡的 這次以HD的方式移植 還同時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讓過去因為沒有中文而錯過的玩家 這次可以體驗看看了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明通公布 1月18號到1月24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 Switch平台 超級馬利歐派對 賣出9623份 第九名 Switch平台 寶可夢劍盾 賣出8847份 第八名 Switch平台 七彈大作戰2 賣出9407份 第七名 Switch平台 世界遊戲大選51 賣出11410份 第六名 Switch平台 Minecraft 賣出11873份 第五名 Switch平台 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賣出13316份 第四名 Switch平台 馬利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19239份 第三名 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 賣出27237份 第二名 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 賣出36489份 第一名 Switch平台 淘汰狼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 也是基本款 賣出92793份 以上就是1月18號到1月24號的遊戲銷售排行 這週的銷售排行 基本上就是一個名次前後互換的排行而已 前10名的榜單依然完全沒有變化 這樣的結果會不會被之後的童話聲明打破呢? 我們下週拭目以待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之後啊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任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 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2月4號直到鏡頭 2D動作類支援中文 說畫模擬器 顏面神經絲條類支援中文 3L3號直到鏡頭 Double Cross2D動作類支援中文 3D動作類支援中文 等待7年後 7年後 劇情貿易類支援中文 5D動作類支援中文 3D動作類支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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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血感菌2 耳敵飛行類 不支援中文 收穫綠色 模擬類 不支援中文 为血而战 一只泪把 不支援中文 披萨酒吧大亨 制作料理类 支援中文 避风港 角色扮演类 不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来这周 即将要发射的游戏 这周的游戏 我目前没有想要买的 2月我预计会买的游戏 会在明天的游戏推荐当中 整理分享给大家 大家有兴趣的啊 明天可以来看看哦 2月其实有蛮多游戏 可以期待的哦 那这次的电玩乱报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希望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我会祝福你 玩游戏都不会卡死关 那如果你喜欢我做的影片 记得下次要来看哦 我是赤狐 祝各位游戏愉快